欢迎来到NewsTT70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感觉愉快 看看我们的视频 在剩下的一个周末 期待已久的长相思二见面 会在热烈的气氛中拉开了帷幕 作为今年暑期档备受瞩目的聚集 这场活动吸引了众多粉丝和媒体的关注 现场人头攒动 热闹非凡 每个人都渴望近距离感受剧中角色的魅力 尤其是女主角杨子的到来 更是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气氛 活动的热烈氛围和粉丝的热情 让人感受到这部剧集的巨大影响力 杨子的到来无疑是全场的亮点 瞬间提升了活动的热度 当杨子身穿一条黑色纱裙走上舞台时 现场的欢呼声达到了顶峰 这条裙子原本设计精美 意在展现她优雅的气质 然而现场的效果却让人失望 尽管裙子的材质和设计都颇具品质 但在灯光和拍摄角度的影响下 杨子的身材并未得到很衬托 反而显得有些笨重 她的造型师似乎在努力用设计来弥补她的身材缺陷 但效果并不理想 导致观众对她的期待与现实产生了落差 虽然杨子的造型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但她的气场依然强大 造型师在设计上的努力值得肯定 但也提醒我们 现场效果和设计初衷可能会有差距 随着活动的进行 现场的气氛逐渐变得复杂 邓维作为剧中的另一位男主角 虽然在外形上有所改变 显得比上次活动瘦了一些 但她的表现却引发了观众的质疑 在互动环节中 邓维的回答显得不够机智 甚至有些木讷 另不少粉丝对她的情商产生了疑问 尤其是在粉丝们疯狂呼喊她的名字时 她的反应似乎并没有达到大家的期待 反而让人感到一丝尴尬 邓维的表现让人有些失望 尤其是在互动环节中显得不够灵活 这也提醒我们 演员在公众场合的表现 对其形象有着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 杨子在现场的表现却显得格外出色 她不仅努力维护现场秩序 还时不时地安抚兴奋的粉丝 协调其他演员之间的互动 她的情商和处理能力让人刮目相看 仿佛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管家 努力让整个活动顺利进行 相比之下 邓维在与其他演员的互动中显得生疏 甚至有意保持距离 这种行为让观众对她的印象大打折扣 杨子的高情商和出色的现场应对能力 让她在活动中脱颖而出 她的表现不仅展示了她的专业素养 也赢得了观众的尊重 在活动的高潮部分 杨子与张婉逸的互动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两人之间的默契和友谊 让现场的气氛变得甜蜜无比 观众们纷纷为他们的亲密互动欢呼 这种自然流露的友谊 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温暖 仿佛在剧中发展出的情感 在现实中得到了延续 张婉逸的表现也相对轻松 她与杨子的互动让人感到愉悦 仿佛他们之间的默契 不仅仅局限于角色 杨子与张婉逸的互动 让人感到温馨和愉悦 他们之间的默契 为活动增添了不少亮点 这种自然的互动 让观众感受到了真实的友谊 活动并非一帆风顺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场的秩序逐渐失控 粉丝们的过激行为 对活动造成了影响 尤其是在杨子进行总结发言时 台下的呼喊声几乎淹没了她的声音 她不得不高声喊出自己的话语 试图让其他观众听到 这样的场面让人感到不安 观众们对邓维的粉丝行为表示反感 认为这种追星方式过于激烈 影响了其他人的观感 粉丝的过激行为 让活动的秩序受到了影响 这不仅让人感到不安 也提醒我们在追星过程中 应保持理性和克制 在活动的杨子独自鞠躬的镜头 让许多观众感到触动 她的真诚和谦逊在这一刻 展现得淋漓尽致 尽管其他演员的表现让人失望 但她的态度却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相比之下 邓维在离场石头也不回的态度 显得格外冷漠 这种行为让观众对她的印象进一步下滑 杨子的真诚和谦逊让人感动 她的态度赢得了观众的尊重 而邓维的冷漠态度 则让人对她的职业素养产生了质疑 整场见面会虽然热度不减 但演员们的表现和现场秩序问题 却让人感到遗憾 杨子的高情商和出色表现 让她在混乱中脱颖而出 而邓维的行为则让人对她的职业素养产生了质疑 观众们期待着 未来能看到更为成熟和稳重的表现 希望在接下来的活动中 演员们能够更好地展现自己的魅力 维护好与粉丝之间的关系 见面会的热度和演员们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 杨子的出色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而邓维的表现则让人感到遗憾 希望未来的活动中 演员们能更好地展现自己的魅力 随着《长相思2》的热播 观众们对剧集的期待依然高涨 但见面会的表现 却让人对其中的人情世故产生了深思 娱乐圈的复杂关系和演员们的真实状态 在这一刻被揭示得淋漓尽致 谁是心机 谁是关系户 全都在这场活动中显露无遗 见面会不仅展示了剧集的魅力 也揭示了娱乐圈的复杂关系 观众们在享受剧集的同时 也对演员们的真实状态有了更多的了解 总体而言 这场见面会虽然充满了热情和期待 但也暴露了许多问题 杨子凭借其高情商和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尊重 而邓维的表现则让人对他的职业素养产生了质疑 活动的秩序问题也提醒我们 粉丝在追星过程中应保持理性和克制 演员的公众表现 演员在公众场合的表现对其形象有着重要影响 需时刻保持专业和机制 粉丝的行为 粉丝应理性追星 避免过激行为影响他人 活动的组织 活动组织者需更好地维护现场秩序 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感谢你们对长相思二的支持和喜爱 在追星的过程中 希望大家能够保持理性和克制 尊重每一位演员的努力和付出 让我们共同期待 未来更多精彩的聚集和活动 也希望演员们能在未来的表现中 更加成熟和稳重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